选战倒数各家民调是陆续出炉 而在彰化的部分呢 国民党彰化县党部 昨天呢是公布了民间公司所做的调查 发现林昌米是以28.4% 领先民进党的候选人黄魏明股20.9% 领先幅度达到7.5个百分点 但是有媒体的民调显示 两个人是五伯 丁星电邮风暴 让魏家发迹的彰化县选情似乎受到影响 蓝绿对决呈现胶着 上午国民党彰化县长候选林昌米公布民调 强调维持稳定领先 林昌米竞选总部坦诚 时安风暴确实让林昌米的支持度出现波动 但是经过总统马英九 以及县长卓博员公开站台之后 已经争取到支持者回流 在我们面部所做的不下十分以上的民调 我们各乡镇市大一点的乡镇长 提名同志也有做自己的民调 但是他们最后议题都会挂上现场的民调 也都非常稳定 根据旺旺中时媒体在10月中旬的民调数字 当时林昌米还以32.7的支持度 赢过魏民谷的30.2 双方差距2.5个百分点 另有媒体上周首公布民调显示 双方阵营各有31%的支持度 差距作小也几乎打成平手 蓝绿阵营都做民调 互有领先互有落后 民调耳语在市井间流传 也牵动选民的心 记者彰化综合报道